-I want you so bad -Hello I'm Candace -我是Michael -你那個牌子今天沒有拿過來 -對我那個Michael的招棒沒帶過來 -我等一下會幫你加一個很大的字在你前面 -不用擔心 -今天看到我們桌上這麼的豪華 -就知道我們要講這兩天最最最出名的兩雙鞋子啦 -上個禮拜我人不在美國 -他就跟我說欸我抽到這一雙來了 -我想說那好那我們再拍一集 -隨便一雙都是可以列入今年最紅最紅的鞋子的No.1的 -所以呢我們就剛好可以拍一個戲劇 -然後這是因為會講兩雙鞋子 -所以我會分兩集 -先講Sakai這一集 -自從上次5月30號出了一個Legit Blue之後呢 -這第二波的Sakai Blazer Me -除了黑灰那個顏色呢 -還有這個白灰的顏色 -然後這雙鞋子當天出售的時候呢 -是10月10號 -昨天14號就收到了 -所以今天15號就馬上錄這個影片 -這個出售的時候呢 -Sakai的那個Online Pop Shop -跟Nike的Apps -都可以參加這個抽籤的活動 -上次我已經講過這個了 -我會把連結放在他的頭上 -喜歡看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-我之前講的那個連結 -Sakai呢他是一個日本的設計師 -所以他最有名的設計就是 -用不同的材料 -做不同的Layer的回搭 -因為他之前在某一個秀裡面 -他的作品有得獎 -那也因為那一次得獎 -他就被Nike看上了 -之後 -那Nike就會跟Sakai開始合作 -他這個設計師一開始設計呢 -都是衣服類 -服裝類 -所以他是在服裝界很有名的 -在鞋子上面呢 -也是加入了他 -很多他個人的元素在裡面 -這次他這個長筒呢 -他並沒有運用到很特別的 -很誇張的顏色 -他主要就是黑色 -灰色跟白色這三個刪掉 -黑色的那一雙 -他主要是用黑色來做主色 -然後中間拼接的那些 -全部都是以灰色來做他的配搭 -所以這雙鞋子看起來會比較aggressive -前衛跟更犀利一點 -那這雙白色呢 -看起來就是比較優雅一點的 -我們可以對比一下高筒跟低筒 -同一個顏色系 -可是有什麼不一樣 -高筒的部分呢 -因為他這次配搭了很多皮夾的元素在裡面 -所以呢整雙鞋子都是用皮夾來造成的 -可是短筒的那一雙 -因為中間是有很多網狀 -他的Volier的部分是用皮夾 -可是他其他的部分 -全部都是用網狀來造成的 -這是他最大的差別 -因為如果喜歡短筒的人 -這個網狀透視度非常高 -在裡面穿很花俏的襪子 -去配搭這個網狀 -整雙鞋子會更加的特別 -這一雙呢 -因為他走的是低調的路線 -連他的鞋帶呢 -都是米黃色跟白色拼抽層的 -可是舊的那一雙呢 -是灰色跟白色的鞋帶拼抽層的 -雖然他們是同色調 -可是穿出來的感覺會非常的不一樣 -然後另外就是他增高鞋墊的部分 -我一定是喜歡這個Double Layer -他的增高鞋墊 -看起來比較瘦嘛 -然後這一雙呢 -鞋墊還蠻厚的 -可是他沒有增高鞋墊的效果 -Double Layer的部分呢 -全部都是用皮夾 -所以整雙鞋子帶出來的感覺呢 -是比較高貴跟有質感一點的 -我覺得高筒比低筒好看 -對 -高筒比低筒好看 -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-賣價的部分啊 -低筒的價錢高於高筒還蠻多的 -現在如果說低筒的這一雙拿去賣的話 -今天為止這雙鞋子大概可以賣到620塊左右 -高筒的鞋大概在280到350左右的這個RAM -其實這一雙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-他直接炒到670耶 -欸好像是耶 -我上次介紹的時候 -所以他後來慢慢的往下掉了 -之後我還想說到底要不要賣要不要賣 -可是上個禮拜他一口氣掉到了大概580 -所以好像是要加稅嘛 -然後加稅之後他的價格就跌了 -對580 -可是後來這一雙鞋子一出來了以後 -他有慢慢把這一雙再往上帶一點 -所以他現在大概到620-630左右 -我買到這雙的時候呢 -他是140塊加稅 -我拿到的號碼是10號半 -然後我看到已經炒到400多塊了 -他比較喜歡長筒 -對 -因為他說長筒比較適合他的年紀 -因為他剛剛拿著他的Travel Scar過來 -然後他跟我說 -喔如果是他的話 -他會選這個不選那個Travel Scar -對他其實跟年紀上真的有關係 -你有看過一個30幾歲的人 -然後還穿著那個Travel Scar -然後戴著帽子啊 -耳機過來那邊的嘛 -所以我還是走比較成熟穩重的路線 -這一雙他現在在Style X上面呢 -才400多塊 -所以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-我會建議 -欸這一雙呢已經升到700多 -就有700了欸 -對呀 -他這一雙如果你現在買的話 -就算你不是用在自己 -穿你是用來投資的話 -我相信他之後還是會繼續漲不上去啊 -對那雙可能會 -今天我看的時候才400多 -可是可能他明天已經升到另外一個價格了 -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-我會建議大家趕緊入手 -有一個壞消息就是Style X -它最近開始要加稅了 -所以現在如果買家的時候買的話 -你可能要再算一下自己的預算 -如果用來投資的話 -可能就是這一方面會比較吃虧啦 -好那我講完這一雙了 -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 -如果對Travis Scott那雙有興趣的話呢 -請看下一集 -下一集看我表演 -好 -如果這有我們贏評的話 -幫我按鈴鐺訂閱我吧 -我的哈欣音 -我聽不到廣東話 -可是他應該是說 -喜歡的人請訂閱按讚加小鈴鐺 -叮叮 -好掰掰 -掰掰 -